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佳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汪小飞三宗最被爆 婚后常年出轨 包养小三 坐在床 大S终于崩溃 唯一依靠是没有了 好心酸 有人说 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人奋不顾身的只有爱情 遇到心爱的人 往往人会变得异常勇敢 甚至不计后果 于是才会有闪婚 不过 很多爱情的冲动就像是飞蛾扑火一样 最后遍体鳞伤 在娱乐圈中 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黄毅 袁丽 张雨琪的闪婚都失败了 而如今 大S 徐希元婚姻也出现了问题 大S被爆离婚 双方回应各执一词 态度截然相反 汪小飞在酒会上和大S一见钟情 仅仅相识一个月就步入婚姻殿堂 当时两人的结合并不被网友看好 甚至有网友预言 两人很快就会分开 而事实是 两人的婚姻已经走过了十年 3月22号 汪小飞还和大S过了十周年 并且甜蜜晒照 并配文 希望再过十年 你还是愿意 不过 两人看似甜蜜幸福 婚姻似乎已经有了裂痕 6月5号 多家媒体报道了关于大S和汪小飞疑似离婚的消息 并称两人目前已经办理离婚 制作人才志平向大S询问离婚传闻 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是真的 我很好 谢谢柴姐关心 但是汪小飞的回应却与大S截然不同 称自己并不知道要离婚的事情 同时 汪小飞的母亲张岚也在直播间说了 两人只是吵架 说离婚只是气话而已 并称自己会劝劝西元 西元和小飞都放心不下孩子 我会让他们夫妻俩忍一忍 感情破裂可能与三个原因有关 夫妻俩吵架是常有的事情 相信很多夫妻都会吵架 但是 大多数夫妻俩吵架归吵架 基本上是床头吵架 床尾和 大S和汪小飞结婚十年也有过争吵 但从来没有扯到离婚 所以 这一次竟然承认要离婚 根据S的性格 一向是打定的主意就不轻易改变的风格 所以 不少网友认为 这次两人婚变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两人的感情真的走到最后了一步 或者是这三个原因导致的 一 长时间异地分居 我们都知道 汪小飞家在北京 而大S在台湾 两人结婚后 大S却一直住在娘家台湾 当初汪小飞太爱大S也就迁就了 毕竟交通方便 汪小飞大路台湾两头跑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是 一场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汪小飞不能像以前一样 随时两边跑 因为太麻烦 无论是回台湾还是回大陆 都要做核酸加隔离半个月 一来一回就要隔离一整个月 所以 我们看到汪小飞最近两年的动态 基本上都是在大陆处理事物 很少和大S见面 汪小飞也经常发微博抱怨疫情 让自己不能回家 二 汪小飞多次被拍和美女同框 汪小飞在内地朋友众多 有男有女 加上生意上应酬也多 少不了各种酒局饭场 中年成功男人离开老婆的管控 常常会无法控制自我 汪小飞屡屡被拍到和美女同框 曾在2015年和阿信一起约三位美女参加聚会 2020年9月份 汪小飞就被拍到酒局之后 和一位长发美女酒店门口互动热聊 最后 两人拿出手机似乎互换了联系方式 不过 酒醒后汪小飞怒斥媒体 极力否认和美女有肢体接触 而就在4月份 汪小飞醉酒后深夜直播间和一女主播连线 再次引起热议 主要原因是汪小飞身边男友 直接喊出该女主播名字 让人怀疑 汪小飞私下应该认识该女主播 随后女主播澄清不认识汪小飞 汪小飞也道歉称自己喝大了 不过 有一直关注汪小飞的网友称 汪小飞在前面直播中有几个美女出现 虽然汪小飞每次和美女同框 大多没有做出过分的举动 可能是普通朋友或者是生意上的一些伙伴 但每次被拍想必大S和很多女人都一样 心里是不舒服的吧 三 两人观念不同 有不少媒体报道 汪小飞和大S感情生变 可能与两人政治观念不同有关 汪小飞多次在网媒上支持力挺国家 痛骂台湾当局 但似乎大S却从来未有获得大S支持 而大S的不表态也被很多网友认为是不爱国 所以这次两人被报离婚 不少网友认为政治观念不同导致 甚至有网友把汪小飞称为是为国离婚第一人 但是在小海看来 这种可能性极小 大S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并不能表明一定是TD 所以把两人婚变和国家牵扯进来 可能是大家想多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